点击上方行周期控可以订阅过,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,每年八月七日或八日太阳,到达黄金一百三十五度时位立秋,月令七十二后集节,七月节,立字节节春,里春,秋,秋一,勿于此而秋迭也,我国有句谚语说,立秋之日凉风至,即立秋是凉爽季节的开始。 从这一天起,气温由最热逐渐下降,总的趋势是天气逐渐凉爽,但秋老虎也不可小觑,杭州离真正的秋天到来还早着呢,最热的三福也才刚刚过半。 截至昨天,杭州主城区35度以上高温天数32天,其中9月8日以来有23天,38度以上高温天数两天。 虽说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,但是它跟我们通常说的秋天,有着减染不同的意义。 我们通常说的秋天,是气象学意以上的秋天,有颜柯的科学标准,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,而且耗需天气状况稳定。 那么我们就把其中的第一天算作入秋日,怎么打败十八指秋老虎呢? 健康杭州特别问杭州市民中医,杭州市中副院长战强,来传授他的养生经。 早卧早起是通风,中医认为,秋三月,阴气时起,早睡早起,所以在起居上已早卧早起,加强夜里的睡眠时间很有道理。 正好借此以补偿夏日的睡眠不足,早起时在床上放松四只闭目养神一会再起床,更有利于身体健康。 历秋过后,天气将逐渐转凉,在居家环境中不宜,24小时空调全开,尤其是夜间,尽量少用空调,可趁早晚清凉时分晴开窗户通风,流通空气,保持室内空气新鲜, 安神氧气墨碑秋,夜间清凉的秋风让人们生下烦躁,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,日照减少,却带来了异余情绪。 气温下降会是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均受到抑制,内分泌紊乱,造成情绪低落。 这时做好心理调节很重要,一定要保持开朗的性情,将自己快乐起来,多和别人交流,平心静气的对待每一件事,只有这样才能预防自己进入抑制的心理阴影。 积极参加运动是不错的方法,秋高气爽是户外运动的好时机,慢跑,散步都可以让心情开朗起来。 丽秋后精神调养,应做到内心宁静,神志安宁,心情舒畅,切记悲优伤感,以适应秋天溶平之气,饮食调养,一烧心多酸,根据冬衣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对原则,丽秋时节为人体最适应进步的时候,人们可以根据这一节气的特点,科学的摄取营养和调整饮食,一补充夏季的消耗,但不能乱补。 丽秋健补的原则是烧心多酸,尽量少吃葱、姜、蒜、辣椒等纤维之品,以及鲜辣、油炸、酒等纤维之物,适当多食酸味水果和蔬菜以助养嘎,要适当食用一些具有健脾、清热、丽湿的食物或药物,科学体内食热之鞋从小便排出,力能调理脾胃功能。 美中,晚秋买之东西健康奠定基础,与肉池相比,业类、花菜和部分瓜果蔬菜的淡补功效更为突出,如茄子、鲜藕、绿豆芽、丝瓜、黄瓜、冬瓜、虎瓜等清淡食物,都具有清水化石的功效。 中医养生还提倡利秋后每天早晨喝粥,粥丽于健脾,可助脾胃滋滋阴,平衡健忘的阳气,利秋之后还要紧记秋瓜快度,不论西瓜或香瓜、菜瓜,都不能顺利多吃,否则会损伤脾胃的阳气,下令大量食瓜碎,不至于造成脾胃急患。 这一时肠胃抗病例有所下降,历秋后再大量盛世关火,势必更助失血,损伤脾胺、腹性、下令等级慢性,未尝到疾病就随之发生。 秋天的主要气候特点是干燥,空气中缺少水分,人体同样缺少水分,古代就有对付秋造的饮食粮方。 朝朝饮水,晚晚腻汤,白天喝点盐水,晚上则喝蜜水,这即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,又是秋季养生,抗日衰老的饮食粮方。 历秋推药要善,百合雪梨茶组成,雪梨一个,百合二十克,制法,一雪梨榨汁备用,二百合洗净入锅,加五百毫升水煮为转小火煮三十分钟,三关火,加雪梨汁搅匀,放冰箱冷藏,分二次饮,根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冰糖或蜂蜜,银耳小米粥组成,小米六十克,糯米十五克,银耳六克, 红枣粥没有,制法,银耳洗净后,用温水泡胀备用,糯米淘净,大枣去喝净浩,上三味加水铜煮,二十分钟后,将小米洗净加入,改用温火烧至周成。 功效,益胜补虚,滋阴润肺,精热利尿,特别适用于蓄弱狼笋,肺热可以凑等症。 学位按摩,养护脾胃,立秋期间,可以选择按摩蜂龙,足三里,皮鱼等学位,蜂龙学是化石的药学,皮鱼可以见其合胃,让人胃口大开,而足三里能补中意气,通经活络,按摩这三个学位各按一百次,不是唯一种调补脾胃的好办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